印度已经吞并了西津 为何不吞并孟加拉国 对此 印度人用历史事实证明真的吞并不起 一 印度吞并西津毫无压力 印度吞并西津 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西津在近代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1947年18分治 巴基斯坦和印度各自独立 脱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而印度自认为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继承人 自然也要继承英国对西津的特权 所以随后西津也就沦为印度的保护国 这是作为小国根本无法选择的命运 1974年 印度最终撕开了伪装 展露出吞并西津的獠牙 直接出兵占领了西津前境 随后废除西津王室 1975年 正式把西津纳为印度正领土印度的西津邦 西津作为一个国家形式 存在已经消失了四十多年 然而 印度的吞并他国的行动 并没有遭到国际上的谴责 美苏两个大国 由于需要印度战队根本没有表态 更不愿意得罪印度 就这样让印度减了一个大便宜 把西津吞并 可以说 印度吞并西津毫无压力 不仅是当时的国际格局对印度有利 更主要的西津 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面积七千多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六十万人 而且西津人主要信奉的是佛教和印度教 和印度信仰基本相似 印度同化西津非常容易 然而 孟加拉就是和西津 却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国家 二 印度真的养不起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原来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东巴 印度为了取得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 防止东西巴基斯坦夹击印度 1971年 印度出兵东巴基斯坦 帮助孟加拉独立势力独立 这也就是第三次印巴战争 最终 印度的军事目的达到了 获得了大比分的胜利 孟加拉国在第二年1972年独立建国 可以说 孟加拉国独立就是印巴冲突的产物 印度虽然达到了自己的军事政治的目的 取得了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优势 但印度却并没有好过多少 由于第三次印巴战争 波及到东巴地区 直接导致数百万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境内 由于孟加拉国的混乱局势 在建国之后 多年都没有缓解 这些孟加拉国难民一直居住的印度境内 印度每年都要花数十亿美元 给这些难民提供粮食药品等物资 成为印度政府的一个财政大包袱 所以现在的印度莫迪政府 在2018年 打算遣散四十多年前 没有居住身份的孟加拉国难民 波及人口多大五百万人 要知道这些孟加拉国难民 在印度境内至少生活了两代人 我们也知道 印巴冲突的主要国家 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而孟加拉国自从独立后 前有与印度冲突的经历 这也说明 一向想要吞并他国的印度 对孟加拉国根本不感兴趣 其实就是实在吞不起孟加拉国 这个国家的国土不大 但人口却超多 孟加拉国国土年积14.7万平方公里 人口却多达1.66亿人 人口密度大的吓人 而且平均生活水平 比印度人还要差还要落后 更主要的是孟加拉国都市 穆斯林人口 印度实在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够消化得了这么多穆斯林 这边是孟加拉国土年积14.7万平方公里 是孟加拉国土年积14.7万平方公里